是伊娜 不要叫一個桑 所以屬基叫做 是伊娜桑 是伊娜桑 你們今天開始可以稱他 是伊娜桑 現在大家都記得起來 等一下開一段路 三個廁所起來 你就會問我說 蠻尼 2760 2760 所以 要記得是正常的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在日本呢 稱呼司機有一個很好記的一個 日文的稱呼方式 你們的印象當中 日文稱呼司機 還可以怎麼稱呼 問獎喔 問獎也不能說你不對 但是呢像你們跟 西伊娜桑應該都是第一次見面吧 你們以前有人見過他嗎 沒有齁 因為他是我們公司這一座 這一線合作的司機 所以幫你跟他配合過好幾次齁 像第一次見面的話呢 稱名字加一個賞之外 司機的話不可以叫人問獎 因為你如果可以日文的人 就知道那個獎有沒有 在日文當中是大人在叫小孩 長輩再稱呼晚輩 還是說同行之間有沒有 比較熟的同事才可以叫問獎 那其實剛剛有人講對了 你可以稱他 運轉式漢字 運轉式漢字 後面 或者是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好記 叫做 道賴馬上 那不是道賴馬喔 道賴馬 道賴馬其實是 英文的那個司機 driver 翻譯過來的外來語 道賴馬上 所以呢 既然開始咧 你們可以稱他 西伊娜山 然後呢 也可以稱他 道賴馬上 都可以 那記得 不要叫人家問獎喔 這是比較沒有電話的打造物方式 道賴馬上 道賴馬上 道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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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賴馬上 好 然後呢 來 等一下呢 我要借一下大家的這一個雙手 我跟他打個招呼 江湾 我說 拍手 你們要給一個熱情的掌聲喔 可以嗎 準備好了嗎 西伊娜山 今日から明天ま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鳳鵝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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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司機呢 算是在這個領域當中 屬於終極司機 日本的司機也有分級喔 最一般叫低級 低級 然後中級 還有這樣分高級 那一個級別是還要考試的 當然就是 你在這個領域上面 你有多久的時間 就要一個時間 不能有任何文規紀錄 然後什麼什麼的 他們可以去看 參加那個考試的 那屬於司機呢 屬於終極司機 他開觀光巴士呢 已經開了22年 開22年 所以 算是還蠻有經驗的一個司機 那 除了不能說中文 一句都不會 但是他只會講兩句 一句叫謝謝 一句叫小姐漂亮 小姐漂亮 好 好像男生都很會學這個 對不對 他也要學這兩句 其他他不會啦 那 他說什麼 不會講怎麼辦 我們也不會講日文啊 人跟人之間啊 拉近鼻子最快的距離 給個微笑嘛 笑一個啦 對不對 阿里加多 要吃飽嗎 剛剛早上是說 五海遊對不對 十點過後 日本人會講 空年雞娃 空年雞娃 空年雞娃就是 有一點像我們在台灣 看到對方會說 你吃飽嗎 因為以前農業社會嘛 三餐溫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人的問 吃飽嗎 日本的空年雞娃 就有一點這個意思 你吃飽嗎 好嗎 晚上他們就說空幫我 聽過嗎 聽過嗎 剛才說五海遊 就是吃飽嗎 早的意思 好 講到吃飽嗎 大家早上有沒有去吃早餐 有 你剛才吃什麼 納豆 還有 蒸菜沙拉 沒有去喝牛奶 蕎麥麵 牛奶沒有人 有去喝嗎 有 好 然後呢 對啊 牛奶幾乎都是比人比較多 好 然後呢 講到日本的早餐 幫你告訴他 以前我來日本念書的時候 那有機會參加他們的國內旅遊 去他們的那個吃早餐的時候 我心裡就想 蛤 你不能早餐 就這樣而已 好 我們在我們台灣的冰箱市吃早餐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是各位貴賓 你們注意一下 日本的早上 一定都會有這幾樣 三樣的特定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講的 牛奶 牛奶 因為日本這個國家 它的乳製品非常的發達 所以呢 鮮奶 如果你不會有什麼乳糖不適症的人 有沒有 你早上一定要喝一下 一定要喝一下 我都會怎麼喝 你們早上有喝咖啡的習慣嗎 我把它加在咖啡裡面 很好喝喔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讚給我 好 然後呢 那講到日本的牛奶 如果像昨天我們去逛那個大賣場 其實它有沉滅了很多對不對 有兩個牌子你一定要喝 一個牌子呢 在日本已經有六十年以上的這一個時間 叫做明治 有沒有聽過 明治 你一定要喝 如果有看到這幾天的話 買一罐我們來喝一下 再來 第二名呢 叫做森永 有聽過嗎 有 這個比較普遍啦 這個在我們台灣其實也看得到 第三名